至於早上舉行的跑步上中環活動 大會說有1,500人參加 比原先預計的1萬人少 大聯盟說人數不是最重要 目的是為了宣揚和平的信息 李安琪報道 參加者早7點半由維園出發 補泡選犯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庸主持起步禮 不少公司和社區團體組織隊伍參加 參加者經高時威道和軒尼斯道 跑到中環遮打道行人村容區 有人手持國旗 亦有人應大會呼籲穿上白色衣服 活動期間警方封閉一條西行行車線 大會員先安排跑手分三批出發 但由於人數不足 第二批跑手要等多30分鐘 連同第三批跑手一起出發 而第一名衝刺的跑手 只是用了20分鐘左右就完成 有人身體力行表達反戰中 亦有參加者第一次上街表達訴求 我覺得我代表了我們這些 大多數沉默的聲音 我從來都不參加這個遊行 但現在那個分化實在太重要了 不要因為我要追求任何東西 我可以不顧一切 用自己認為對的手段 這些我是很認為是錯的 如果每個人都認為 我用一個對的手段可以爭取 這個世界就大亂了 第九前高官參與 我們希望中以佔中的人 都想一下 有很多方法去表達自己 不要以破壞香港繁榮民地 希望大家一家人兩下 大會亦都準備了塑膠製的木棉花 給參加者在終點和平獻花 完成的人士亦都可以獲得證書 大會原本預計有接近一萬人參加 最後只是有接近一千五百人 寶普選反戰中大聯盟發言人周庸說 人數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參加者跑得開心 RTV記者李安琪報道